大家好,我是小颖 鸡腿的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富含非常丰富的维生素D、维生素K 多吃鸡腿增强抵抗力、增加免疫力 鸡腿也是小朋友们大人的最爱 今天用鸡腿给大家分享老郎中教我月子滋补汤 每天这样喝,元气恢复得特别的快 气色好,身体棒 我们先来准备一颗银耳,加入面粉 再来一点温水,把银耳泡发 这会儿我们再来准备几颗红枣 加入清水,用手搓一搓,把红枣洗干净 红枣沟壳里面有很多的灰尘,不好清洗 用手多揉搓一会儿,把红枣彻底的洗干净 吃的东西我们不要凋理清新,一定要洗干净再使用 这样吃起来更加的安全,更放心 大枣中富含非常丰富的铁质 能够有效的改善缺铁性贫血 同时还能够预防骨质疏松,软化血管,降低血压 但是呢,朋友们需要注意一下 大枣的糖分比较多,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 糖尿病的朋友们一定不要多吃红枣 多吃红枣有助于提高免疫力 补气补血,美容养颜都有一定的好效果 女性朋友们可以当作日常零食来吃一些红枣 每天多吃上几颗红枣,美容养颜非常的不错 而且大枣呢,我们可以烹饪,熬煮汤喝都是放一些都非常的好 大枣具有滋养脾胃,补气,养肺,镇静神经的作用 而且呢,还可以去除一些多油的油脂,油腻 红枣虽然功效多,口感好 但是呢,中医认为红枣的热量比较高 而且性干热,不要过多的食用哦 红枣洗干净,用厨房剪大,我们剪成小块 这样能够更好地激发出红枣的香味 再把中间的糊去除,不要 中间的糊呢,是热性的,一定不要食用哦 十分钟过去了,银耳泡发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泡发的银耳特别的好 大辣的,非常的圆润饱满 我们在泡沫的时候,为什么要加入一些面粉呢 其实很简单,面粉有好好的吸附作用 可以把银耳沟河里面的灰尘全部吸附出来 这样性的银耳特别的干净 银耳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 银耳多糖,维生素 而且呢,银耳含有清热蒸血的作用 滋液化碳的功效 银耳能够增强人体的抵抗力 预防钙的流失 对儿童生长发育非常的有益 我们平时的时候可以多吃一些银耳 银耳中含有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温的蠕动 帮助消化,防止大便干燥 而且银耳可以美容养颜 银耳中含有的阿拉伯树枝胶能够滋润肌肤 对皮肤的角质有良好的滋养 从而能够缓解衰老 经常吃一些银耳可以有助于使皮肤白皙嫩滑 而且银耳中含有的酸性E多糖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还能够促进细胞中的蛋白与核酸合成 提高肝脏的分解能力 从而使到护肝的作用 所以平时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吃银耳 不光口感好 而且作用还很多的 对身体特别的好 银耳洗干净 用剪刀把这个黄色的根地去除 这个根地不胶硬 而且也不能食用 尽量剪得干净一些 不要露出黄糖的部分 根地全部剪好去之后 再把银耳掰成小朵 掰得越小越好 这样能够更好的出胶 出胶后吃起来口感 还是营养都特别的棒 我们再来准备几颗百合 不要太多了 我这里用的是干百合 右手搓洗搓洗 把百合洗干净 百合入心筋 性微寒 能够清除心繁 年薪安神 百合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 矿物质 维生素等 这些物质都能促进 机体的营养代谢 使机体抗疲劳 耐缺氧化能力增强 同时能够清除体内的有害物质 延缓衰老 平时时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百合 百合还能够美容养颜 百合洁白 胶艳 对皮肤细胞性质代谢有益 尝试百合有一定的美容作用哦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大鸡腿 这个鸡腿我花了两元钱买的 是不是很便宜啊 加入一勺面粉 用手抓拌抓拌 把我们的鸡腿洗干净 面粉有很好的吸附作用 可以把鸡腿里面的血水全部吸附出来 这样趁着鸡腿很干净 没有血水吃着没有异味 鸡腿老少结业都非常的喜欢吃 肉质细嫩 滋味鲜美 味道比较清淡 所以呢 无论是怎么烹饪都比较好吃 鸡腿具有温中益气 保护心血管 强行兼铁的功效 我们可以多吃一些鸡腿特别的好 而且鸡腿中富含的非常丰富的铁 铜 钙铁 都是特别好的 冰铁呢 富含非常丰富的维生素B12 维生素D和维生素K等 多吃些鸡腿 消化也比较不错 很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有助于增强砥力 强制人身体的作用 鸡腿洗干净 剁成大小适中的块 大点小点都是可以的 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定 剁好的鸡腿放入锅中 加入葱姜 料酒 去鲜 盖上盖子 大火把水烧开 水开以后 捞出来放入微水中 我们开始清洗鸡肉 尝熬水的鸡肉 或者是其他的肉呢 我们不要用冷水洗 冷水洗的肉 肉发紧发硬发柴 不好吃 要用温水清洗 温水清洗的肉呢 吃起来一点都不会发硬 不发柴 特别的好吃 先用多汁 接着把我们洗好的鸡肉 银耳 红枣 百合 全部放入锅中 接下来加入滚开的热水 这样热水更能够激发出所有食材的香味 还有作用 更让盖子的小火焖煮一个小时 这会儿汤已经包好了 肉质鲜香 味道鲜美 而且特别的软烂入味 再加入几颗洗好的枸杞 枸杞补去羊血 对身体特别的好 加入一勺食盐调味就可以了 别的食材不要放 用勺子搅拌搅拌 搅拌至食盐融化 再焖煮上两分钟 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加入枸杞的时候 时间不要过早 领出锅两分钟加就可以了 如果加入时间比较早的话 枸杞的营养价值会流失 口感吃起来不好吃 这款汤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具有羊血自费的作用 而且吃起来口感也比较好吃 丝滑软糯 营养又健康 红枣和枸杞都具有不切羊血的作用 经常使用一些特别的好 鸡肉口感吃起来鲜嫩又多汁 营养又健康 特别的好吃 烟耳更是非常的有营养 胶质满满的 吃起来比较丝滑软糯 很香的 经常的喝一喝这款汤 非常的滋补 尤其是在做月子的朋友们 一定要经常喝一喝这款汤 补气羊血非常的好 好了朋友们 以上就是今天要分享的内容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您点赞帮忙转发 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谢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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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